春晚的舞台给大家带来了无数的欢声笑语 也让观众们记住了一些优秀的喜剧演员 赵丽荣就是其中一位 他的那一句司马刚杂光 更是成为春晚舞台上不可磨灭的经典 在赵丽荣和龚汉林老师演艺的小品《妈妈的经片》中 又留下了他的金句 贪哥就是躺着走 三步一窜两步一回头 他的表演给观众们带来了无数的欢声笑语 不幸的是 赵丽荣在1999年检查出肺癌晚期 在2000年7月17日 赵丽荣老师与世长辞 如今距离赵丽荣逝世已经过去了19年 他留下的优秀的作品 如《孺子包装》 《打工奇遇》等 早就成为大家心中的经典 赵丽荣老师的黄金搭档龚汉林 早前在微博上表示 赵丽荣老师曾经对他说过的一句话 干我们这行要讲究 不能将就 龚汉林因为这句话放弃了很多剧本的演出 九年没有上春晚 正是有了老一辈艺术家们严谨的工作态度 才有了让观众们惦记数十年的经典作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